还记得2014年的大热电影《盟军夺宝队》吗? 这是一部由历史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 在战争阴云下拯救上万件艺术品的故事 如果没有这些人 可能现在我们再也见不到米开朗基罗、伦伯朗、马奈和毕加索的许多传世名作了 二战开打之后 希特勒开始以名抢和低价购买的方式 掠夺了犹太人手里 以及欧洲许多博物馆中共计65万件的艺术品 他的梦想之一就是在家乡奥地利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藏品博物馆 在战争之中将它们藏匿在德国及欧洲境内各地 其中就包括奥地利·奥尔陶斯的一个盐矿当中 横温横湿且隐蔽的条件太适合藏艺术品了 1943年到1945年之间 一连串卡车陆续的将6500多件世界级的艺术绘画作品 以及众多艺术和其他宝藏 运入这个矿洞之中 并且聘请大量人力进行看管 当时纳粹也以下达死命令 一旦德国战败就直接把这里炸毁 得不到就毁掉 最终却因为炸弹威力太小 只错把入口处炸塌了 这些艺术品虽然被保住了 但也彻底与世隔绝了 此时由美国主导 集结了来自13个国家的 345名艺术界专业人士的盟军夺宝队 经历千辛万苦 根据线索找到了这里 开启了持续两个多月的挖掘 整理装车和运输工作 最终才得以解救出这些艺术品 并物归原主 1946年完成任务的盟军夺宝队 慢慢解散光荣退役 虽然大部分被掠夺的艺术品 都被记录在岸或查明下落 但不少藏匿在盐矿 下水道和废弃城堡中的艺术品 却永远的消失了 战争永远是残酷的 世界和平才是唯一的答案